走马灯是我国一种在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上常见的玩具和特色工艺品 古时人们在走马灯内绘制武将骑马的各种图案 燃灯时人马追逐一步换紧也就有了走马灯的名字 至于这马和人怎么能在灯上跑起来的 主要就靠蜡烛和灯上座的扇叶口来打配合 利用的是热对流作用 走马灯的结构简单来说 上端是一个带有扇叶的夜轮连接着纸质灯屏或轮轴 下方有蜡烛支撑杆和底座 走马灯点上蜡烛后底部空气被加热 体积膨胀的同时密度也减小了 就会在灯筒内徐徐上升 从灯上端的扇叶口窜出 从而推动扇叶做圆周运动 带动整个灯屏或轮轴旋转 这正是现代燃气涡轮工作原理的一种原始应用 只要蜡烛不灭 热空气不断上升 下端立马又有冷空气补充进来 产生空气对流 走马灯就会一直旋转 根本停不下来 灯屏上或与轮轴相连的各种剪纸图像 大多是一些如骑马追逐嬉戏等连贯动作的分解画面 这样一来烛火点燃 映出图像 灯笼转动起来 由于视觉暂流 就会映出运动图像了 静态图秒变动图 打印动图这事儿 怎么不算解决了呢 在制作走马灯这件事儿上 宋朝人更会玩 那时出现了一种叫仙音竹的走马灯 能够在动起来的基础上 再奏出音乐 除了马这样的经典图案外 今年是龙年 不妨用龙座装饰 看看够不够技术 制作出龙藤四海 九龙翻转这样的特效大场面吧